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MaiMai 今天來到這個旺步 做些什麼呢? 話說我很喜歡吃拉麵 所以我上網找到一間拉麵店 叫做 雲一拉麵 它有什麼特別呢? 例如有一個叫做 鴨肉醬油拉麵 每天只賣20碗 早上10碗,晚上10碗 而且他們對他們的湯底 很有要求 在網站寫說每天都會用 十幾個小時熬製他們的湯底 然後經常見到 他們的湯底 做得不夠好吃 會暫停營業 現在只是11點多 12點開門 我看看可不可以排到這個拉麵 帶大家嘗試 香港不同的拉麵 希望大家喜歡 事不宜遲就出發了 我怕真的有人排隊 我吃不到就知道了 GOGOGO 不是在前面 我看到有人在排隊 因為...OMG 真的在排隊 我現在排到第1,2,3,4 第7個 因為店舖比較小 我想大概只有6個位 因為我排第7 剛剛現在就排在頭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要等一會 之後可以進去吃吧 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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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找了地方 坐下 慢慢跟大家說 那碗拉麵 是怎樣 因為剛才店舖比較小 想盡快吃完麵 然後讓其他人進來吃 一進去就看到餐牌 餐牌除了我這次點的限定的鴨肉醬油拉麵之外 還有其他拉麵的 有其他拉麵、沾麵 即是雞八湯 有機會我都會試一下 湯一抖起來 你會看到很清澈 就不像平時你吃的醬油湯 它就像是用鴨肉 再加它的湯底去熬出來 雖然你看到它上面好像有點油 但應該是鴨肉 而且喝起來是完全不會覺得很油膩 味道方面也不會太鹹 因為我其實很怕吃到外面的拉麵 湯很鹹、很口渴 然後吃一吃它還帶了一些很少的黑椒味 然後說說麵 麵質是幼的 然後是直的 不是那隻 是嫩嫩的 麵質是吸收到一些湯 我覺得 然後也不會太硬 是適中的麵 嘩 走旅 什麼事 嘩 不行 說說大家下大雨 我們換個地方再說 什麼事 我想說說吃瓶 我想說吃瓶 想說吃瓶 是不是這麼大雨 好像外面的太重醬油味 然後來到主角 鴨肉 大家看到鴨肉 你看到鴨肉 你會看到 它皮是有點燒了 焦了 很香的 它又不會像外面那些蟹 如果是吃鴨肉 它肯定會扔幾塊煙鴨胸就算 然後又不會粗糙 吃下去 湯是極之夾的 麵也是極之夾的 非常出色 因為今天只有我一個來 所以沒有機會試到其他拉麵 還有尖麵 希望我下次再來會再試吃一下 而且它因為這個鴨肉 醬油拉麵是期間限定的 好像去到7月31號 如果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應該都還有一兩天的 大家看到之後 就可以過去黃埔試一下 這條片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 帶你們去吃拉麵 又或者除了拉麵之外 大家有沒有什麼是喜歡吃 或者想我去拍的 都不妨留言告訴我 這條片差不多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要like、訂閱、留言 分享這條片 記得follow我們的Facebook IG 然後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有新片 記得按下這個鈴鐺 一按這個鈴鐺 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們 還有我們逢星期二、星期五 晚上8點 準時出片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至於是 好 肯定